这个罪圣情,我们到死的人都会有罪圣情 但一离开世界,你就摆住了,大解决了 哇,立刻整个人都松了,你就会充满喜乐 忽然间,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但我们今世如果越是多喜乐,越是放下重感 那个罪圣情的拖累就越轻了,可以越轻了 越亲近神,那个拖累就越轻了,你就越似在天堂了 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能够活在地上,就像在天堂一样 我们在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这个罪圣情是没有良善的 但我们可以钉死他的 一立志为善游得,我只是行出来游得游得游 就是你想做,但是做不到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 你想去做的,你又做不到 很多时候会这样的 我所不宜宜恶,我倒去作,他自己会作出来 所以你要知觉,我里面有这东西存在 若我去作,我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 是你里面的罪性所做的 但是你负责任过 你不要说,我的罪性犯了 不是关我事,我没有犯罪 是我的罪性犯罪 那你是你听了他的话 就是你的责任就不要听他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律 这个律就是规律 有时就是律 就是旧约的律法 但这里就只有一个规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和我一起 我想做好,就有恶跟着我 因为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这个是神的律法 我喜欢神的律法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 与我心中的律交战 这个是一个规律 就是我身体有一个规律 就是想犯罪的律 跟我交战,将我老去叫我扶从那 肢体中犯罪的 即是保罗也发觉有这种事情 但不是保罗打书仗 但他知道他真的有一个事情想捉住他 即是你的情绪会捉住你 你的思想会捉住你 那他说我真是苦 哎呀真是苦 谁能救我脱离者取死的身体 那他是不是最后结论说 哎呀我真的很惨 他不是啊 他最后结论说什么 他说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如果我们一信耶稣 立即上天堂就很简单 立即没有罪性 那就最简单 但最坏的就是今世要带着罪性 那你要学 就是我们成长 由小学 中学 大学这样成长 慢慢对付你的罪性 如果你能够 一下子倚靠神 你小学忽然都变成大学了 就好像Rachel的经历 可能令到你 我真的要听神的话 不要再容许这些罪性影响我 我要有负责任 我要做事有计划好 你改变的时候 你就会整个人即时 就算初信的人 有时都很喜乐 都得胜 不一定要信了很久 不信了很久 你就会能够能意到你每一样的罪了 你任何的小罪 任何罪的意念 你都能意到了 靠着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就能脱离了 最后一句有些人很不明白 我以内心就信服神的律 这个当然就很接受 我心信服神的律 我的肉体却信从罪的律 它的意思呢 它的罪性始终都是听神 就是罪的律 不过问题就是 这个肉体呢 是你不需要让它作主的 它就是说 我的肉体 我的罪性始终都是听罪的律 我就要把它钉死 它有一天再生呢 我就会 始终它会爆出来的 所以如果 就算有一个很强的基础 好像大卫一样 当你看到拔市包在洗澡的时候 它的罪性就大了 就是说它容许罪性长大 我们不可以容许罪性长大 譬如 你的环境经常有人 跟你针对的 你做工的环境是不 pleasant的 很多人对你不好的 它就有一种敌对的关系 你敌对的关系不是代表你要敌对的 你的心原谅它 它在那里敌对 你就当它 你说其实它很惨的 它在罪恶之中 它将来要沉淪 它很惨 我要为它祈祷 那你的心就平安 但如果它对你不好 你又恨它 那你就中了诡计 那你就要这个肉体控制你 所以我们要学习 不要肉体控制我们 而是我们的新圣情 来控制我们 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帮我们的灵魂 如何去帮我们的灵魂成长呢 那方法呢 就是时时去留意 哪一样东西是帮助我们的灵魂 第一就是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有很多应许 很多安慰的说话 是鼓励我们任何一方面 当你熟习神的话语 当人一说一句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不要因为他心怀不平 以致犯罪 诗篇37篇那里 我知道神给我平安的 神是祝福我在我心里有计划的 立刻用神的话语对抗他 而这个是思想的范围 就是你的魂教导你的魂要这样思想 但是呢 我们不只是教导那个魂 而是教导那个灵 那个灵是怎样教导呢 就是要赞美 那个魂的方法一定是赞美祷告的 用神的话语 对神的音乐 敬拜赞美来医治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魂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模式 我们的情绪模式 我们的意志决定了 譬如你说 我呢 譬如有些人 我将来要嫁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意念 就是将来控制他 他就看了一个人的时候 他看了他有没有钱 真的有基督徒是这样的 我知道他 结果呢 其实很多这样的人 嫁一个有钱人 他以为是好的 其实很多痛苦的 因为呢 那个有钱人不是爱主 他只是嫁给那些钱的 其实基督徒都会这样的 或者说 人人都要 又可以结婚 我都多大都要结婚的了 尤其是家人经常跟我说 这个也是一种的确决定 当你决定了的时候 就算遇到一个 不是那么对的 有人追求你 你都说 哎呀 有得嫁好 我没得嫁了 这个也是一个思想的错误 OK 在这个时候呢 我想和大家做的一件事 就是祝福你的灵 什么叫祝福你的灵呢 就是用神的话语 用神的音许 用神的诗歌 来祝福你的灵 让你的心灵里面 得到平安 得到喜乐 我想大家起床 我们专心灵里面 我们专心 第一件事 你知道吗 你的灵会做一件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怀疑和干预 干预就是什么呢 什么叫干预呢 你想去亲近神 会干扰你 会的 你的灵会干扰你 所以你在神面前的时候 你就安静 当你的心里面说 不是的 神不是那么爱你的 你没有用的 那这个是一个干预 就是你的魂是干预你 神在你身上运作 在这一阵 你就 全心全意 将你的灵 踏到天上 去爱神 主耶稣 你很爱我 主耶稣 你关心我 当你相信这件事的时候 神就平安会在我身上 现在这一阵 因为我想你们接受 所以我就唱你们不唱 你听的时候 每一句诗歌 你就是 享受它 表着给神的爱围绕着你 神的同在围绕着你 让神的天使服侍你 让神跟你一起 让神的圣灵 释放你心灵 所有的重担 就是相信 我是神所喜欢的 我是神所爱的 神现在爱着我的 主耶稣 你爱着我的 有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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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爱世人 神爱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 我现在说的说话 你都是让这些说话 去进入你的灵 的深处 让这些说话 去满足你的生命 满足你的灵 神爱世人 就是包括你在那 包括这个世上 很多人不喜欢的人 包括这个世上 很多受伤害的人 包括这个世上 很多伤心的人 失望的人 神都是爱你的 所以神 我是什么人 为什么你会爱我 我们不明白 但是神 我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 因为你体重我 因为你在我生命中 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你要在我身上 做很大的奇妙的事 神爱世人 包括你 神爱我 主耶稣爱我 我一生是可以 祝福很多人的 这里每一个 你可以像我一样 像叶牧师一样 祝福的人